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行政院长陈建仁来到花莲视察全国首座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并表示友善大地、永续农业与环境、打造温暖任性的台湾是政府全力推动的目标 未来这个中心将会肩负新农业政策、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责大任 成为国内有机产业、有机农业技术研究的重要源头 而行政院以及农委会也会大力支持相关经费及人力需求 行政院院长陈建仁来到花莲视察全国第一座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首先由花莲农改厂厂长杜丽华进行简报 再由农委会副主委陈天授说明目前台湾的有机农业政策方向 院长陈建仁在致辞时足了感谢农改厂团队在艰困的疫情期间 顺利完成有机农业研究中心建制 更强调台湾有机农业面积覆盖率在亚洲名列前茅 东部地区更占了全国的27.5% 面积相当大 确实是研究有机农业的最佳场所 在花莲设立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更具有重大意义 未来这里会肩负起新农业政策中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责大任 使得我们台湾的有机农业的研究 能够跟上成我们成为亚洲的理伴 也希望能够带给亚洲的农业 有一个跟上成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有机农业是最主要是生态 还有有上环境 它不使用化学的油料和红料 而且还生产安全的健康优质的农场 来依照生产、生物、生态 这三个要素都能够兼具农业有序的经营 而且可以帮助民众可以吃着健康、吃着安全 更重要的能够能够让安静 能够更加的有序、更加的健康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部指出 一个研究中心要能够发展 除了需要具备完善设备资源 人力资源更是重要 因此这个中心除了自行研览人才之外 也要能够与附近的学校、农业团体来合作 大家携手努力 才可以使中心的发展更好 它也允论行政院和农委会会 大力来支持相关的经费和人力需求 未来如果可以克服重重困难挑战 将可以成为世界许多国家 来访学习交流的对象 随后院长在中心人员引导之下 逐一视察研究中心的中央走到 有机纳豆采收后一贯化处理设施 加工品展示和田间智慧管理平台 有机文旦加工设备及加工品展示等等 最后一行回到了研究中心大门口 何影留念为这次参访留下珍贵纪念 解决会收风箱报道